天日大雨 屏東來一鄉 逸林村 坐落在太益橋頭的公益室 由於緊鄰瓦魯斯西邊 但目前溪水暴漲 公益室已經遭溪水衝擊危在旦夕 但因為公益室行動不便 公益室內擺放的大小作品數百件 眼看著這些作品將面臨可能被沖回的命運 公益室不願離開公益室 要守著這些辛苦做出來的作品 但房舊在應變中心 數次要求撤離 他只有無奈地希望有人可以協助他把作品搬離開 屏東來一鄉歷經了八八風災 九一九凡納比颱風 讓河床堆積大量吐石 當地村民表示 因為八八雨九一九災後蘇菌速度慢 才會造成河床居高不下 只要一下大雨 吸水就會立刻暴漲 然後淹過擋土牆 吸水就會溢流在逸林村的大後社區 所以公益室也隨即遭殃 村民希望政府單位 真的能做出解決辦法 不要每逢大雨 村民都要面臨這樣的困境 記者綜合報導 書籬 書籬 書籬